本路段漫画与未播剧透 还有再度出战的过激言论出没 大家好,我是肖特 我从没想过 七大罪竟然能够杀我这么多次 当初追漫画大结局的时候 就已经多次让我产生想要同练习劈柴的冲动 原以为动画画后的最终记 愤怒的审判也不过而耳 还有什么是我受不住的 殊不知我错了,错得离谱 今天我们就来嘲笑阿什哀悼一下 这部热血大作的最终记动画 到底为什么又搞成这样了 首先看完七大罪真结局的我 本来对愤怒的审判就没有过多的期望 就当爽片来看嘛 好在霍福相依 从第三季就爆成的制作组 多半是听从了肖特的建议 真正的原因怕是真的没嫌做后面的解读片跟混沌片了 从PV和半年翻的篇幅来推算 应该是打算在圣战篇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用稍显朴素的方式 庄严地将七大罪入恋下葬 然而 现在的七大罪多半年这样的埃容都是一种不可得的奢侈 从一开播 一种不妙的味道便扑面而来 其实这种慢改战斗翻的改编也不难 分进叙事其实都参照漫画也不会错到哪儿 但是在愤怒的审判的一开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幅度的剧情重组 圣战篇的剧情大致分成了在同一个时间段并行的三条直线 分别是抓走伊丽莎白的艾斯塔罗萨 &前去救援的金沙利耶塔米耶等人的三大天使线 前往猎狱寻找团长感情的班的猎狱线 以及圣战主战场魔神女神六强厮杀的六强线 原作漫画中的叙事顺序 是紧接着上一季的结尾 从三大天使线开始 以猎狱线相辅 接于马埃勒复活干掉沙利耶塔米耶 最后在高色的感化之下恢复正常 团长和班从猎狱中逃出生天 两匹人马就此赶往主战场 紧接着采用的是盗序法 再道回去说在马埃勒复活前 同一时间在卡美洛主战场所发生的六强战斗 一直接到所有人记忆觉醒为止 但动画选择的是 名副其实的 整三个平行线一起运行的训事方式 也就是这边演一点那边演一点 谁都不想谁的 这样做有好也有坏 好处是 这么做有效的提快的节奏 并且把刺激的六强争霸战 拉到愤怒的审判第一集就上演 有效的鼓足士气 的确是让我这刁民眼前一亮 但同时这样的三线并进 也让每一条线所分到的时间大幅的压缩 节奏莫名变得很赶 也不只是赶着过年还是赶飞机 以至许多经典战斗场面没有呈现 气氛烘托严重不足 不好的预感再次洗上心头 而这一切的一切 多半还是源于同一个原因 目前加上本周就播了5集的愤怒的审判 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 穷真的好穷 具体是有多穷 比众神的逆龄还要穷的那种 可怕吧 可怕吧 众神的逆龄至少还可以有这种 好多人的大场面吧 至少OP做得很好吧 没错 七大罪第四季终于开创了七代罪动画中 连OP都蹦的记录 也许是制作组意识到了 反正把钱砸在OP也挽救不了 崩正片的事实 那不如就OP一起蹦吧 如果你单独看众神的逆龄 完整版的两只OP 你可能甚至无法发现跟一二季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至少再怎么样 OP里面的人还是正的 画面还是流畅的 但第四季第一只OP 直言就是要有光 先别说这句出自圣经创世记的话作为歌名 结果配的都是些什么画面 仗都还没打完呢 甚至大啦啦的这双金汉班两对情侣 直接在OP里面大方结婚 至少这样的颜面于何地 何地啊 各种卡顿跟崩坏也是让人无力吐槽 就比如伊丽莎白和团长一起望向镜头的这个画面 我真的是笑了 虽然我很喜欢这种把画面分割成两半 分别代表两个面向的美术构图 但都无法掩盖这整只OP 一如她的正片一样 非常的粗糙 就当初咱们的主角梅蒂奥达斯 你相信吗 她大概是在愤怒的审判中 唯一一个没有一针是好看的角色 呃这不是人身攻击哦 而是就她那也不太多的出场画面 真的没有一刻她的脸不是处于崩坏的状态 汤汤的主角当得真可悲 唯一不帮的大概只有马埃乐 或者应该是说因为她一直处于一个鬼魂鬼家的崩坏状态 反而觉醒后的天使形态还有那么一点经验 但也仅此而已 合理推论制作组的钱大概都用在音乐和声用上了 明明就没什么经费了 偏偏OPED还要找泽友红志来做 ED的这首Time更是有种问鼎神曲的Fu 但也只是Fu而已啦 好听是好听 但不觉得有点花错地方了吗 第12季的大制作很大程度的是拖垮了三四季 男猪尾玉贵女猪雨光天 主角队中只有福山润版本真灵山田之河 连后期狂打降游的吉尔桑达都是工业真手 还顺便出演了猪哥 哪个不是大咖中的大咖 钱都收在这里了 你觉得其他制作方面能够好吗 因此不意外我们在各种应该要非常几张刺激的战斗场面 你总会看到奇异的画面体质 有一搭没一搭的仿佛为了拖时间而刻意拉长的台词 在感的要命的剧情之下依然保持着昏昏欲睡的步调 这两个成语是有办法用在一起的吗 除了莫名多出好大的篇幅 有关杰鲁跟他女人的爱情狗血戏 仿佛是嫌这沉醉的恋爱脑还不够甜腻之外 最具代表性的还要数第二集结尾 一个莫名的放慢动作 惨不忍睹的画面映照出班和团长等人欣喜奔跑的歉影 原本做的就不怎么好看的几张脸 硬是定格逼着你看 每个熟人看起来都像陌生人 堪称崩中之崩 像挤了一群脑子不太好的傻子 和我在看的时候总是处于一个爆哭跟爆笑的边缘 看来是终于被逼疯了 但问题就来了 到底要怎么样做到在赶剧情的同时还在拖时间呢 那当然就是大量删减剧情啦 非常多细节描绘的片段要不省略要不经历拙劣的改变 政治就此导致许多角色的人设进而改变 这才是在夏洛特的审判中 立刻就把他给判100个死刑的关键 就说夏洛特最喜欢的刘德雪尔 就是遭到制作崩坏的受害者的代表 然而却并不是唯一 刘德雪尔是在七大罪中相对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他并不是纯粹的恶人 但也不是真的什么证人君子 刚毕自用但却有自己的底线 看似正义但却做了很多坏事 在圣战片中 漫画用许多地方侧面刻画了刘德雪尔的性格 就例如说使用圣域带着梅尼艾斯卡诺等人 入侵梅尼奥达斯的简石 就曾经演到他的内心戏 他像是评估一轮周遭的所有人 都是在战争中有用的 因此才决定带所有人一起走 这个不怎么欺验的片段 同时描写了他的算机和心思缜密 然而在动画中却变成 刘德雪尔甚至非常慷慨的说 好啊咱们一起走吧 只好在电梯下楼之时 才在那边对每个人品头论足 呃就算你现在想通哪个人是废物 你也不可能把他给丢出去吧 就显得这个桥段非常多余 而为了在本来就遭到删减的篇幅中 给主要角色让位 整个愤怒的审判颜值最高的小刘 甚至是在重要剧情也遭到大幅弱化 以达到杰鲁的这段最让人无语 原作中是这样演的 杰鲁同时拥有自己的魔力凶星云的吸引力 以及魔神王的百发百中 几乎无敌 正主角方一筹莫展 最后是靠着正午时自命意义上 真正无敌的艾斯卡诺将其四伤 但却在完全得手前 潜得乐的暗夜之杖作祟 让他变回瘦弱大叔 之而刘德雪尔却趁着杰鲁分行的这短短0.8秒 最终成功将其击倒 这段中凸显了恩充组合的配合 以及刘德雪尔的反应迷迷跟强大 可说是千军一法 非常的精彩四季 但是动画就变成怎样呢 先不要说几秒几秒哪来这么复杂的东西 杰鲁就是被艾斯卡诺蛮力童倒的 你能奈我合 呃 确实是不能奈你合啦 所以后来搞得就好像刘德雪 趁杰鲁被艾斯卡诺打倒之后 开心补刀 在战斗中根本没发挥实际的剑术 纯粹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简陋王而已 哦 还有大奶 而他的原配音石田章 同样遭到大人的因素牺牲 在制作第三四季的时候 我打赌制作组都在为这些天使们 需要容器而安安窃喜 自从获得了大奶后 刘德雪尔后期全由玛格丽特的声优 水叔奶奶来演出 虽然她也是个很不错的声优 配过像橱田这样的大角色 并且唱的几首歌也是笑乐和的大爱 但是咖位还是比十天章小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此 可能另一方面是懒的话吧 第三季的战斗中出现了刘德雪尔的内心戏 说到她为了圣战牺牲了友情和爱情 伴随着回忆的画面 但动画中的表现却把这画面删掉了 只有刘德雪尔的独白 仿佛是为了和那个咪咪眼的男人 彻底划清界限 另外还有原本是那么个谈吐文雅 一生正气的谦谦君子马哀乐 结果静默者黑 看他跟着梅利奥打死都变成了什么鬼 第五集他遭到记忆创改的过程 又再次遭到删减 只不过爱情戏倒是一点都没少就是了 就此让刘德雪尔和马哀乐 共同成为这场圣战中的牺牲者 我的悲痛无以言喻 动画对漫画的改变在所难免 就例如七大罪第二季 除了一些剧情的小吊动 七姐也曾经针对诸如血腥裸露的画面进行删改 例如说第二季一连恩死去的肉体 原本在漫画中是没有穿衣服的 为了避免罗利控的各位太兴奋 动画才给他穿了回去 高斯和纳甲的恋情更劲爆 动画里面两人只有进展到轻嘴嘴 事实上原作中 纳甲就是在两人缺续的时候死掉的 超级重口味 高斯也是因此才悲伤的色欲的罪名 在比如第三季 前妖精王发疯后的弱的这段 除了演绎简直1比1还原之外 其实当初看这段动画 还一下怕不懂还来演杀 主要是因为漫画其实血腥成分更高 直接特写这位老熊被轰成渣渣的模样 在在比如第四季 电狱中 有关班和团长的部分 如果是动画党 可能会对团长等人为做衣服 而万分努力感到挺怪的 都这时候还管时不时髦吗 原因就是漫画里面到了练狱的两个人 其实一直是裸体的 因此做不做衣服就不是时髦的问题 而是分化的问题 所以像是两人在练狱中细细的这个画面 或是这个画面都是不该存在的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满一幕奇妙的马赛克 坚定地保卫观众的眼睛 不要受到不干净的东西的荼毒 但是改编如果上升到歪曲角色跟剧情 说实话真的比崩坏本身更加严重 让人不仅挺担忧 后面又要给我搞出什么无法预测的神展开 虽然原作剧本本身就点那个 但说实话就三四季的表现 咱们也真的不是很信任制作组的魔改能力 其实跟很多看到崩坏就是群起潮制的人相比 个人对制作的要求真的很低 举个跟愤怒的审判竟然还有那么点像的例子 那就是《降国勘乱记》 同样是非常烧钱的具有历史成分的战斗动漫 同样是在少少的篇幅努力要塞进过度的剧情 人家《降国勘乱记》虽然剧情快似火箭 后期瞎子都看得见得穷 但是他就可以做到剧情紧凑 人脸尽量不崩 Always很精彩 而不是愤怒的审判这样 赶着过年的漫漫脱时长 所有角色贡献优势以来最愁截图 千难赚大家都不容易 时常点阅率惨大的夏洛特非常非常能理解 只能祈祷制作组的智慧赶快去多抽点钱吧 都已经到最终机了 就拜托赏个好死吧 在漫画中受过的伤 拜托不要让夏洛特再惊受一次了 除非制作组此时一个天才的想法 前20多集赶着把生在片的剧情演完 就留最后两集 一集演杰鲁片 一集演混多片吧 如果能搞成这样我也只能够送他一个 希望是不要啦 拜托 那么这支悼念影片到此结束 下面开放家属上香 用你的订阅和赞意表你的幸灾乐祸 我是说对着大作娱乐的哀思 也欢迎加入夏洛特的会员 你那里已经将支持夏洛特做更多场大型哀悼的法事 目前我们大下后宫的哀家门友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就下个哀悼会再见 拜拜 就已经多次让我铲水想要投屁股 可怕吧 可怕吧 就比如伊丽莎白和团长一起望向镜头的这个画面 我真的是笑了 虽然 虽然我也 或者应该是说因为他一直处于一个鬼后鬼 这两个成语是有办法用在一起的吗 除了 惨不忍睹的画面映照出班和团长等人欣喜奔跑的倩影 只好在电梯下楼之时踩在 其实一直是裸体的 有优优独的 好